哈喽 大家晚上好 呃 现在跟着我一起来那个骑一下 晚上的这个骑行啊 还是不错的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出去了 就是叫我自己了 大哥干嘛呢 哇 吵 现在呢我要把我每天日常的开销剪下来之前呢因为分车的原因啊 大概打个比方嘛 300块钱人民币我可以花好久 大概我能花个大半个月 现在呢一共成两天时间我就花了差不多600块钱了 我心里想想不对 这种是打消耗战 人还没有死 已经穷死了 所以说我要把我的钱全都那个 搞清楚 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收入了吧 根本就是没有收入了 靠吃那点老本其实是不够的 然后呢我要精打细算一点 所以说为什么这几天的视频我一直在猝槽 没有钱没有钱 这不是那个开玩笑的 所以说就要搞清楚 对 然后呢 买东西不能瞎买人物 这个人呢买东西有个很坏的习惯 就是平时开销 怎么说呢 赚的也不多 但是呢花的却一分都花的都不剩 虽然说有点存款 但是呢 还是那个 遇到这种长期的消耗战 其实是还是非常的那个 着惊见走的 对 ok 然后今天是来买点东西 然后呢打算就是 就 不要再来消费了 对这样子 哎呀这小踏板真好用 好像没什么油了看这个样子